这一片烟波浩渺的水面 就是我美丽的母亲 不仅仅是我 每一个生长在这里的人 都会把它当作母亲湖 因为它一直用清澈的乳汁 喂养着我们 让我们长大成人 如果一定要我谈谈 对太平湖的感觉 我会说 我属于太平湖 只有跟它在一起的时候 我才会感到心灵的宁静 与富足 梅江南 梅江南 日出江湖 红山河 春来江水 雨入浪 雨入浪 老一辈的人说 这太平湖的水 是最有灵性的了 因为它发源于天下最美的山 黄山 然而 它们的美又是截然不同的 黄山将山川之美推向了极致 这种美是运动的 瞬息万变的 充满活泼的激情 太平湖却不一样 它是静谧的 从容的 蕴含着一种温柔而又坚定的力量 微风拂过 轻波荡漾 琳浪层层扑展开来 直到薄雾阴晕的天边 它的水总是绿的 是一种成名的绿 也是一种沁人的绿 既深不可测 有着无限内容 又清澈无比 明镜可人 能滤清杂念 喜尽繁愁 使人变得快乐而单纯 我是在太平湖边长大的 很小的时候 父亲就经常带着我到湖上泛舟 有时是捕鱼 有时干脆就是在湖上玩耍兮兮 寒来暑往 日生日落 我渐渐熟悉了太平湖的每个季节 每个场景 晴天 太平湖宛 宛如一个健康明朗的青春少女 一派美好与无邪 而雨天的时候 一座座小岛散浮于烟云之中 像极了一个飘渺而美丽的梦 梅江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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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出江湖 红山河 春来江水 春来江湖 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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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长大了 我离开太平湖 在一座大城市读书 离开家的那几年 太平湖经常在梦中萦绕着我 不知怎的 我经常没来由地想着它 在梦中听到太平湖的水声 我知道 我离不开这个美丽的地方 只有在太平湖的怀抱里 我才会感到快乐和充实 因此 师范一毕业 我就回到自己的家乡 当了一名普普通通的小学教师 我小时候听奶奶讲 天上有座昆罗山 山上有个五彩池 池里的水有红黄绿蓝紫 五种颜色好看极了 住在山上的神仙 用池里的彩水煮成熊枝鲜耀 吃了以后长生不老 那时候我真想变成腾云驾雾的 我的小学就在这个小岛上 它有一个非常普通的名字 曙光小学 它是那样的简陋 就像一株小小的银杏树 在荒草乱石的缝隙里 顽强地扎下了自己的根须 全校只有十几个学生 分布在四个年级 而我是校长 也是他们唯一的老师 学校的生活是辛苦的 不过我很快习惯了 黄喜桃冠掏出里面的泥土 擦洗干净 和它当年在浴厨的时候 一样光洁 朴素美观 白天教孩子们读书计算 和他们一起出黑板报 打乒乓球 每当往黑板旁边 贴上一张新的奖状 我总是掩饰不住心底的快乐 夜幕降临的时候 我便一个人待在学校里 备课 学习 直至深夜 有时候 有时候实在太累了 我就一个人走到湖边 看着沉静的太平湖 我常常不由自主地向她诉说 我的快乐与苦恼 而她 她就像一个宽容慈爱的母亲 微笑着 静静地聆听 我的喃喃续语 老师 我又忍不住给您写信了 每天送走最后一个学生后 我总是想跟您说一说 今天的教学情况 谈一谈我的感受 我喜欢老师和同学们 给我来信 喜欢听你们告诉我 外面的事情 更希望知道母校的变化 有同学来信问我 为什么不愿意留在繁华的城市里 却偏要回到那个寂寞的小岛上 我怎么跟他们说呢 我希望他们来看一看 只要看一看太平湖 看一看我们的学校 看一看这些可爱的孩子 就会明白 为什么我每天都这么快乐了 小岛四面临水 学校与外面联系 唯一的交通工具 就是小船 每天清晨 孩子们由家长摇着小船 送来上去 哑哑的鲁声 惊碎了太平湖的沉默 有时候天气晴好 我干脆把课堂挪到湖面上去 一边欣赏湖光山色 一边给孩子们讲故事 我们一起读书 一起唱歌 歌声和笑声 沿着铃铃波光 划出很远很远 深夜市面上去 让我们挡起双架 小船儿退开不老 洞 海面倒影着美丽的白桃 四朝环绕着绿树风枪 小船儿轻轻飘荡在水中 迎面吹来了凉霜的光 我的生活实在是太平常 也太简单了 可以说 生活在太平湖边的每个人的故事 都比我的动听 我只是太平湖的一个孩子 哪有孩子不觉得母亲美丽的呢 在我眼中 太平湖是这个世界上最美丽最富饶的地方 它以博大的胸怀养育了这里的树木 飞鸟 鱿鱼 以及生活在它怀抱里的人们 与此同时 它还给人以心灵的滋养 使得太平湖的儿女们 各个健康美丽 勤劳善良 曾有一个音乐家来太平湖采风 就住在我们的小岛上 每天清晨 它早早地起来 漫步在湖畔 听风的声音 鸟的声音 湖水的声音 走的时候 它告诉我 对太平湖 不仅仅要去看 更重要的是要用心去聆听 去体会 它感慨地说 只要用心去听 你就会发现 静寂的湖泊中 绵延着一曲 有着巨大感染力的交响乐 一组涵容了 深刻意韵的壮丽事章 后来 我终于能听到 自湖底传来的音乐了 我时常被感动着 被震撼着 这片茫茫的水面 就是一种丰富的生命存在 而我们 只是它生命华章里 跳跃的一个小小的音符 这时候 我觉得我是真的长大了 懂得了太平湖 懂得了生活 懂得了生命 原来可以这样 甜淡沉静 而又积月婉传 让我们挡起霜降 小窗儿推开波浪 海面倒影 这美丽的白糖 四周环绕着 鱼童风散 小窗儿轻轻 飘荡在水中 迎面吹来了凉霜的风 小窗儿 tout 二从前 小船的轻轻飘航在水中 绵绵吹来了两双的风 做完了一天的功课 我们来尽情欢乐 我问你亲爱的伙伴 谁给我们安排下幸福的生活 小船的轻轻飘航在水中 永远吹来了两双的风 小船飞轻轻飘航在水中 去年轻飞爱的年轻飞 年轻飞中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